小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咱们的惊喜袋的拆袋的时间 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 这个人鱼小马的一个惊喜袋 咱们普通的这个惊喜袋 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袋子 我们今天这个人鱼小马 因为是美人鱼嘛 所以它生活在海里 咱们这个袋子呢 做成了一个贝壳的形状 大家能看出来吗 是一个贝壳 这个可以打开的感觉 这个袋子做得很漂亮 上面画的有两只小马 一只是黄色的小马 还有一只是粉色的小马 那这个小马的后边呢 会拖着一个长长的鱼尾 而且这个 好像头上带的这个皇冠上 会有一颗小的钻石在里面相线 这个包装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漂亮的包装撕开 看看里面的玩具 我们这一次给它拆的这个袋子里的玩具 算是我们惊喜袋里面比较大颗的这个玩具 这个小马比我们平时拆的这个惊喜袋的玩具 大概是两倍的一个尺寸 然后这个小马身上是直绒的 大家看 它不是那种光的塑料的那种 它上面有那个小的绒绒 所以做的质感很漂亮 那这个黄色的是它的身体 然后头发呢 是一个粉色的小马 果然这个头上有带一颗 这个带钻石的皇冠 还能看到这个闪闪亮的钻石 那它最可爱的地方呢 是它的尾巴 就是它的身体啊 后边的这个部分 正常的马是这样子 然后有腿 它的腿就变成了一个美人鱼的尾巴 这一面一对尾巴是银色的 上面有很多闪粉 这我们今天拆出的第一只啊 我们看看第二只会是什么样的小马 第二只跟第一只不一样 我们第二只拆出的是那个 图案上面画的是粉色的 但实际上我们拆出来 这个颜色是偏紫一点 那质感是一样的 这个小马的身上是直绒的 就是这种软软的绒绒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损坏了 我们这一只 它的这个头发上面是有 海里的一些贝壳镶嵌在上面啊 这边还有一颗 每颗小马的头上都会有两颗 它是镶嵌在这里 那这两个小马 它的这个姿态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手更打开一点 这个呢是一上一下 然后它们带的视频也不一样 这边是一个看不出来是什么 这个反正要复杂一些 那它们的皇冠也不一样 难道是一个是公马 一个是母马 好像是这个样子啊 它们都是人鱼 这个尾巴呢就是这个样子扇形的 然后这个鱼的尾巴是这种流线型的尾巴 那当然身体呢都是咱们这个鱼的形状 这个角度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鱼的这个尾巴的部分 还是有一点小小细节的不一样 这两个应该算是一对玩具 大家一次可以买这样一对来玩 我们再给它拆最后一只啊 不知道这个最后一只是不是 还是跟它们是一样的 这个好像包装上面画着的是 一次大家可以买一对小马 然后一对呢是这样的一对 果然我们第三只这个拆出来呢 跟前面一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只头发就是一个完美的 这个地方是完美的 这个就有点点受伤了 它的那个绒绒就不见得很粗糙 它有绒绒的话呢 这个摸起来是很柔顺的一只玩具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拆的这个 惊喜袋 那如果小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们 我们呢每天都会给它带来最新最好玩的玩具哟 更多视频请在当前网站点击订阅 微信记得关注我们哟 最好玩的玩具 最有趣的视频就在去盒子 去盒子视频每日更新